两人间回国被土耳其勒索10亿美元 那么这笔钱中国到底给了吗 今天我就从三维地图为大家详解一下 1997年澳门创立旅游公司 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 派下了乌克兰的瓦联格号航母和图纸 这艘航母原属于苏联第三代常规动力航母 在当时可谓是十分先进 但实际上中国为了瓦联格号付出的资金 可远不至2000万美元 由于当时的瓦联格号已经没有了动力 所以中方只能雇佣大量的拖船 来拖着这个旁人大步前行 1999年6月瓦联格号离开乌克兰港口 进入黑海海域 准备经过土耳其的伯普普普鲁斯海峡 进入地中海 但是在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的操纵下 土耳其两次拒绝了瓦联格号的通行要求 理由是瓦联格号舰体过大 没有动力的情况下通过海峡 可能会对沿岸的建筑造成破坏 可波斯普鲁斯海峡 实际上连美军10万吨级别的航母都能通过 土耳其这般做法 无疑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因为无法从海峡通行 旁边又没有别的路可走 于是瓦联格号只能暂时返回乌克兰 与此同时 还要每天支付巨额的拖船费用 和港口停泊费 这项费用甚至超出了买船的价格 为此中国政府同土耳其展开了长约两年的马拉松式谈判 中方提出如果瓦联格号通过海峡时出现任何意外 所造成的损失 中方会全部负责 并表示 只要瓦联格号通过海峡 可以提供部分武器技术 在这条件的诱惑下 土耳其军方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而土耳其政府独树难知 最终在形势的逼迫下 以20多条科克条件为交换 和中方达成协议 允许瓦联格号通过海峡 这20多条要求中 包括瓦联格号通过海峡时 必须要有16000马力大公力拖船 等11艘各型船只辅助 船上要始终保持照明 风力不能大于5G 以及缴纳10亿美元保证金等等 买航母才花了2000万 过路费竟要10亿 这简直就是明着强了 好在这个时候 希腊站了出来 表示愿意为瓦联格号担保 土耳其建子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所以这10亿的保证金 也就变相的由希腊出了 而且希腊还愿意提供托船服 负责将瓦联格号送回 为了避免海盗的干扰 希腊还派出了护卫舰 沿途护送 正是由于这一份情意 所以当后来 希腊遇到欧债危机的时候 中国才果断出手 帮忙渡过难关 在迅速解决了 土耳其要求的航行安全措施之后 2001年11月1日凌晨 土耳其官方下令 封闭了这条繁忙的水道 以供瓦联格号安全通过 这条北连黑海 南通 马尔马拉海和地中海 把土耳其分割成 亚洲和欧洲的两部分的海峡 全长30.4公里 最窄处只有708米 由于航道内没有其他船只 所以瓦联格号当天下午 就安全地驶出了海峡 进入了爱琴海海域 可是 服务双制或不担心 在通过爱琴海海域途中 这艘没有动力的航母 遭遇了罕见的大风暴 由于本体太过庞大 三艘托船的托揽相继被搅断 航母失控 险些搁浅在希腊的爱维亚岛 船员们历经6天 才把这个庞然大物控制住 其中一名希腊籍船员 甚至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经历了重重困难之后 船队在11月7日进入地中海 原本他们打算 直接穿越苏伊士运河 进入阿拉伯海 然后从马六甲海峡回家 但是却遭到了埃及的拒绝 苏伊士运河是从欧洲到印度洋 和西太平洋附近土地 最近的航线 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水稻之一 连同深入地中海 红海的河段总长为173公里 河面宽160到200米 最大可通行吃水11.6米 满在6.5万吨 或空在15万吨的海轮 所以让无动力的瓦丹格号 通行苏伊士运河风险太大 要是出了问题 这个损失100亿都不止 因此埃及政府很直接的拒绝了 并且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 不像土耳其就想敲竹杠 由于进路走不了 航队只能绕远路穿过地中海 经由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 再绕行非洲豪旺角进入印度洋 之后再穿过马六甲海峡 最终于2002年3月3日抵达大连 结束了这一次艰难的回家之旅 难度堪比唐僧师徒西天取境 而这一次旅行也证明了海峡 对于一个海岸国家的重要性 就拿埃及和土耳其来说 这两个国家都不算超级大国 但却能紧紧扼住一个大多的交通咽喉 靠的无非就是海峡 不过瓦联格号回国后的表现也证明了 这一次旅程我没有白费功夫 瓦联格号回到大连港后 研究人员立刻对船体进行了一次详细的检测 发现除了部分设备没有安装 电力系统被破坏之外 船体还非常新 这对当时的海军研究员来说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这代表着瓦联格号并不是一艘废船 它依然具备恢复续线的基础 2005年4月26日 瓦联格号被送进了大连造船厂的厂房 开始接受升级改造 以实现它真正的价值 6年后 瓦联格号正式交付使用 并更名为辽宁舰 现在的辽宁舰 是我国海巡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初为它付出的一切也都算是值得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